美聯儲加快緊縮腳步之際 中共當局今個月密集而且快速地推出了寬鬆政策刺激經濟 中美兩國貨幣政策明顯反向 有消息認為中共央行將寬鬆政策提前推出 是利用美聯儲加息之前的 否則人民幣匯率將受壓 市場也面臨資金外流的風險 隨著市場預期升溫 中美色差也加速縮緊 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市場上的資金動向成為最焦點 1月17日 中共央行將中期借貸便利機制利率下調10個基點至2.85% 第二日即是18日中共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在一場記者會上說 中國的經濟正面臨三重壓力 在經濟下行壓力緩解前要將貨幣政策工具商開得再大一些 隨後中共央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策債中心公布 2022年1月20日貸款報價利率為 一年期LPR下調10個基點至3.7% 這是兩個月第二次下調該利率 五年期以上的LPR 包括住屋底壓貸款在內價、中長期貸款的基準 就下調5個基點降至4.6% 這是自2020年4月以來首次下調 中共央行這個舉動 強化了市場預期當局會以寬鬆貨幣政策 來應對房地產風險和加劇經濟下滑的趨勢 20日當日在預期房地產業將受惠於LPR下調措施下 港股內房股和物管股的股價升幅超過10% 世貿00813HK急升了12.1% 合景猶活03913HK大升了22.2% 《華爾街日報》20日報導引述海頭宏觀經濟學家 自今年3月起逐漸加息 預料加息9次包括金、銘、兩年分別加息4次 在2024年初將會再加息一次 這將會令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在2024年至2026年間 升至大約2.4%的水平 美國資深投資顧問Mike Sun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分析說 北京之所以下調貸款基礎利率LPR 與美國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有直接關係 北京現在反其道而行有多個目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北京要抓住這個短暫窗口期 刺激經濟防止進一步下滑 其他的目的就包括可以減輕貸款者 埃及還款的壓力、間接刺激消費等 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、研究部主管洪浩在19日發布的 《中國市場策略分析報告》中指 隨著美聯儲收緊政策如箭再延 而中共央行繼續放鬆政策 人民幣很可能會走遠 鑑於中美兩國貨幣政策歷史相關性 大規模寬鬆的政策窗口正在迅速關閉 否則人民幣將會承壓 並有可能引發投機性資本外流 這種將迅速關閉的貨幣政策的時間窗口 解釋了為什麼央行將其寬鬆政策的日程提前 隨金融行業人士的分析和解釋 中共當局之前也流露出對美國加息政策 為中國資本市場帶來潛在風險的擔憂 1月6日中共官媒《金融時報》發表評論文章 提醒企業要小心資本流出的風險 文章說如果美聯儲在今年3月開始加息 那麼全年加息次數可能會上升至四次 並且這個概率已經接近40% 文章還說要警惕美聯儲加息出現的四差變化 經濟增長差變化 對外貿易差縮少 風險預期差逆轉 評論文章進一步解釋 具體表現包括有美聯儲 如超過預期大幅加息 將會推升微債收益率 縮窄中美利息差 跨境資本就可能會 還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流出 並且會推動包括 人民幣在內的新興市場貨幣貶值 另外如果全球金融市場 可能因為加息而出現波動 導致投資者預期轉向 就可能增加外部不穩定性 部分風險還可能會通過 新興經濟體的資本流動等 外進到中國市場 之前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在2021年12月30日快速下滑 跌破2.8%的關口 中信證券在今年1月5日發布的 1月債市展望指 十年期美債利率已經快速上升 突破了1.6% 中美息差已經縮窄至到115個基點附近 1月19日 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進一步攀升 並一度接近1.9% 隨後回落 20日中共央行調缸五年期及以上LPR之後 中國十年期國債活躍券210017 最新成交在2.72% 中美息差創2019年5月以來新低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大紀元專題部記者 李曉彤採訪報導 今集的《紳士國聽新聞》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記得訂閱和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指甲